大家好,我是陳嘉健 你好,我是福晉鏗 今次我們的作品是VHUNS免費用舖 我們選了在大三巴的拍攝 因為這裡很多都是大陸和內地遊客 加上那天5月12日是四川大地震五周年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帶給他們快樂和精靈 讓他們忘記了五年前所發生的悲傷和痛苦 加上那天都是母親節 我們想將母親的愛 為了答對他們所做的事 我們就做具版的這個VHUNS活動 我們透過今次的活動 想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 因為科技發達就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遠了 然後我們透過VHUNS活動 可以將人應該有的活動傳開 Hello,大家好,我是林彥昌 我那篇作文叫做崩牙阿嬌 我寫這篇作文的時候 其實我想寫一個關於長大的故事 但我想令讀者有一個共鳴 內容必須每一個人都應該會有所經歷 所以我想脫牙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會有所經歷 有很多人每當他遇到難題的時候 他都會選擇一個很自卑的心態去面對這件事 不作聲,不說話 希望這件事慢慢拖一拖一拖 就會柔柔變好 但可惜事情並不是這樣 相反,如果你可以樂觀一點 懂得去自嘲一下 笑著地跟別人說 我真的有些難題想你幫我解決 那可能會有一個以上不到的效果 大家好,我叫容偉傑 我的作品名叫《教師夢》 內容主要是圍繞著我自己 從小到大去追尋我自己做教師的夢想 還有我途中在追尋教師這個夢想之間 遇到的一些種種問題 我想藉著一些故事表達給各位年輕人 其實每個人在完成夢想之前 都會經歷很多事情 而這些事情可能會因應自己個人經歷 同時會令你灰心沮喪 但其實主要堅定著自己的夢想 堅定著自己的目標 無論你遇到什麼困難 你都可以克服去面對 Hello 大家好 我叫容偉傑 現在還是一個學生 我的作品名叫《掛人》 就是有一個人有自己的一套信念 思想 但很多人都接受不到他們的那一套 甚至乎還會恥笑他 但即使是這樣 他仍然可以堅持自己的想法 通過我的文章 上面有些年輕人 如果你有自己想做的事 有自己的夢想 就放膽去做 可以學習一下 我篇文章中的主人公感 即使面對著周圍的人的嘲笑 仍然可以堅持相信自己的想法 我是歐葉嵐 我是一個文員 還有我的興趣是踢足球 我的作品名叫《舞后》 我自己有一天忽發其上 就是很想錄下我媽媽的一個小習慣 我媽媽的習慣就是 每次吃完飯 都會帶小狗到街逛逛逛 我就想錄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我覺得很親切 每一次都 因為這隻腳是我買給媽媽的 而他每一次都會放狗 我就想錄下他 然後我就想回 好像小時候他經常帶我去旅行 現在他又好像我跟著他 還看著他的背影 我就想想有一個夢想 很小的夢想 就是想請我家人去旅行 好像長大了 就需要做一些回饋他的事 這個人很小的夢想 我想帶給年輕人的訊息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希望是陪伴 我自己就想透過這段影片 就想告訴別人 其實你媽媽永遠都會 讓你離開這個世界做過你 我就希望大家年輕人 就希望珍惜和陪家人的時間 如果大家出來做事 就會知道 其實我自己主張就是 既然你賺得錢 又可以給家庭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是陪伴他的時間 是比你付多少錢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一切都好 哇! GOOD!